那誰先開始呢 台灣 好 好 熱血青年阿布 熱血青年阿布 上高中 中間 外 鐵 狗狗日 校園福音團契於1957年起 至今已經在台灣生根超過60年 全台有230多個團契與社團 從國中到初社會後 校園團契都陪伴在那些學生與社會青年身邊 我們的使命是要推動學生福音運動 但就像是社會運動一樣 學生福音運動有起也有福 我們的中學事工在1992那年達到了最低點 你們不知道他在看什麼吧? 在1992年時我們對中學團契進行了團契提建 團契分成三種狀態 如果學生人數多且輔導同工狀態穩定 我們就會貼上綠色的標記 當團契學生數不穩定 輔導同工也預計要離開了 我們就會貼上黃色的標記 當團契學生數幾乎沒有了 輔導同工也離開且無人接替 這個團契可能下學期就沒了 我們就會貼上紅色的標記 當時整個體檢結束之後 我們發現有一半的團契都是紅黃燈的狀態 所以我們開始研究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經過兩年的研究 我們發現造成中學事工團契萎縮的原因有三個 第一個是教育型態改變 學生課業壓力變重 放學後學生們都沒辦法參加團契 而是要到補習班去補習 第二點 因整體事工的需要 當時同工的調動太頻繁 很難在中學事工上有什麼長期的影響 最後 我們當時的策略太老舊 在禱告會之後 我們知道 面對時代的轉變 校園團契也要進行轉變 不能再這樣下去了 這陣子 非要的辦公室非常熱鬧 這陣子 非要的辦公室非常熱鬧 非要十年在一起 不是的今天都來到我們當中 接下來呢 我就要一一的介紹他們 請你們的不力掌聲 我們要邀請他們上台 OK 黃的水 第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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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一十年 看到上帝怎麼樣帶領我們 我不相信 因為他是信職的神 他會繼續帶來未來的十年 一百年 如果高三年倒退 我感覺全身充滿了力量 嘎嘎 你們要是怎樣 怎樣 求生在給我們更新 在給我們智慧 我們可以再面對更多的挑戰 因為我們知道 上帝你們連一次都在 是 認真講應該是 小學上國一那一次 參加了害世界這個 非要的一隊 就是一開始來學校的時候 沒有那種很親密的朋友 然後來校園團氣 就是有很多基督徒這樣子 就是覺得大家的關係 會比其他很緊密一點 所以就覺得 跟他們待在一起的卧行 比較像就是 閨蜜死黨這樣 你知道為什麼我們要 誰要嗎 不知道 禱告會後 我們決定要為中學施工 建立一個新的形象 於是 從那一天開始 中學施工 就成為了 非要 1993年7月 非要青年傳愛中心成立 負責統籌研發全台灣的 中學福音運動 我們嘗試在福音營中 安排戲劇 籃球 吉他等才一般 而這樣的改變深受學生歡迎 緊接著 我們針對了輔導們 進行各種訓練 今天的講座 我覺得就是 有給輔導不一樣的刺激 然後他也會可能對聚會的安排 有不一樣的想法 我覺得有一種 重新定焦點的感覺 就是再一次提醒我的職責 跟我可以怎麼做 在活動上 不再是所有中學生參加一樣的活動 而是不同年級有不同的特定活動 高三聯導會的碧旅 以及1991年後成立的碧器 對於輔導人員的回流 也有莫大的幫助 最後 在神的帶領之下 校園團契注入了新血 也走向新的方向 被解決 有限公司的雙方 大人大人 要有限公司的運動 感謝仁夫讓他們來到窩荒 來到窩荒關器 從神祢看護他們 並且在未來的路上 一切名言 感谢主 耶 超过敏了 你不行 你就来说不行 你换来这边 为什么我们要做学生病工作 是因为我们看到学生这一块 他在青少年大学这个阶段 他们正是一个在寻求人生方向的阶段 他们在这个阶段 因为他们也有兴趣要追求人生的意义 虽然他们不会挂在嘴边 但是他的内心的深处都要来回答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觉得高中是应该要做的 有人说高中阶段是福音的最后的豪吐 因为到了大学各种思潮都进来 所以在高中阶段他们对自己的信仰 他们就决定他们是比较可以持久的 可以比较就是认真的看待的 也是比较能够帮助他们坚定信仰的这个最关键的时期 所以我一直觉得高中工作是很值得 对就是邀请各方面的资源来投入的 神带领我们已经走到一个不只是改善过去中学工作的困境 而是看到有新的发展 而且又不断有新的发展 所以我们的心很受激励很感恩 也是一直感谢主带领我们参与了这一段的服饰 这个是我比较感触最深的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